今天是5月13号 欢迎收看新闻抢先报 我是崇薇 紧来当周一名母亲昨晚到清真寺祈祷时 住家突然发生大火 由于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造成两名留在家中的兄妹逃生不及 葬身火害 虽然母亲当时在接火通之后急忙赶回家中 但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陷入住家的火害 不能够做些什么 即使是大声呼喊两名孩子的名字 也听不到任何的回应 令他悲痛心碎 这场火灾是在昨晚8点30分 发生在哥达巴鲁郊外干绑美都华时令 两名死者分别是31岁的莫哈默胡在化 以及22岁的包妹艾莎阿都哈林 女死者是一名唐氏症儿 男死者身体健康也有问题 59岁的死者母亲罗比亚伊斯麦说 他几乎每个晚上都会去清真寺祈祈祷 每天都没有上锁大门 昨晚也是如此 他猜测也许他们慌乱 找不到逃生的门口 住在同一个甘榜 也是邻居的目击者 西蒂哈娃 与两名死者为表兄妹关系 他是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但因为火事迅速蔓延扩散 他无法进去救人 只能隔着窗口叫他们从窗口跳出来 但是他们惶恐害怕 最终来不及逃生 销政局左万贡派出25人救灾 在9点30分左右成功控制火事 并从客厅和厕所抬出两具尸体 贩毒集团在改造压缩机内暗藏大批摇头丸 以图走私入境大马 被关税局在北岸乡运码头拦下 并搜出重量超过一公吨的各色摇头丸 市价高达7803万利级 堪称金联兵州最大宗的毒品案 关税局总监拿督扎祖吏 昨天在记者会上指出 当局在本月6号上午9点左右 在北岸乡运码头拦截一辆载有20个压缩机的货柜 流光货柜是来自欧洲 他说有关压缩机部分被改装 因此内有乾坤 当局在内搜出重量超过一公吨 相等于约1063公斤206克的各种颜色的摇头丸 并逮捕一名48岁的大马男子 延后7天 当局仍在调查 该批摇头丸是以大马作为转印站 或是供应哪一个市场 一对在丹荣米亚及亚罗亚野宗教学校 分别担任学校创办人及寄宿学校设监的新加坡籍兄弟 因涉嫌虐待及强迫宗教学校的名少年扣交 今早被押上法庭 申请延扣令四天 这对身穿着橙色扣留所衣服的36岁和40岁 嫌犯兄弟 今早被扣押时 身为哥哥的嫌犯 面对镜头不但没躲避 还摆出多个手势 包括胜利手势和OK等 据了解 他们对其中三名少年强迫亲吻 吸引及按摩嫌犯的下体 另三名少年因清理学校的动作缓慢 被射尖 裹耳光 挥拳 踩塌和鞭打 六名少年受害者皆是该宗教学校技术生 他们年龄介于13岁至15岁 早前一名司机被指驾车时玩手机 失控冲入逆向车道 撞回路边五辆轿车后 再撞伤一名 秦道夫 但在警方调查后 发现司机是因为打瞌睡财酿货 目前警方援引交通法令疏忽驾驶条文 来调查此宗车祸 这宗车祸是在本月9号上午在家影发生 当时造货轿车冲入逆向车道 撞毁停在一排商店前的五辆轿车 和一名正在扫地的秦道夫 地上满是车辆碎片 车祸现场一片狼藉 随后秦道夫也已被送往嘉莹医院急诊室黄区治疗 嘉莹警区主任穆罕黄在义助理总监今天指出 案发时造货司机驾驶者卖威轿车 送货后返家途中出现微睡眠现象而酿货 他说警方仍在调查此案 因此希望民众物针对此事做出任何不实言论 来看另一期车祸 一辆载有26人的长途巴士 今天凌晨接近三点在南北大道行驶途中 因刹车器失灵撞向萝莉尾部 尿成6人轻伤 其他20人无恙 车祸时 长发司机千军一发之际 选择撞向分界低逼停长发 避免殃及其他车辆带来更大伤害 设惑巴士设后挡风玻璃破裂 车头和车位皆损坏 你有见过神明取亲吗 吉打天后宫今天首办广泽尊王 迎娶妙印先妃婚礼 迎娶一世全按照鼓励建行 在敲钟雷鼓声中 代表神明的夫妻 也进行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夫妻相对 接面纱 以及分派红包给未婚男女仪式 两位神明还各有伴郎和伴娘团 令人大开眼界 迎亲队伍今天推着新郎广泽尊王的花侨 在亚楼市的丹洛新商业店屋 走了一小圈子 带着聘礼迎亲 宫内神案摆满 便礼嫁妆和各类祭品 包括蜜枣 花生桂圆 莲子 合婚糖 水粉 金氏 甚至还有神明的身份证 伴郎和伴娘分别由吉打天后宫主任委员 蔡正荣和林家恩充当 各自捧着广泽尊王和妙印先妃金身 进行敬茶 拜玉皇大帝等 来自吉打十字港的宋教娘许锦美说 她从事宋教娘三十多年 第一次接到神明娶亲超级任务 有点意外 蔡正荣也说 这让民众对广泽尊王娶亲有更深认识 了解婚事的慎重 以及让未婚男女在活动中遇到良缘 行动党巫义中尾谢奥玛 日前出席95岁华裔老妇孝丧 在丧府上现唱马来歌 表达最后的敬意 她接受中国报访问时指出 老妇是占美一家咖啡店 香音Copy Dam东主的老母亲 在约一周前过世 她说根据华人传统 老妇活到90岁以上的冒蝶之灵 子孙可以不用伤心哭泣 因此与一般丧礼不同 这场丧礼的子孙是带着欢喜心情 欢送老妇 槟城北海阿波罗巴沙再出现假和尚 这一次更猖狂 两人不仅向每一个人讨钱 还拿着大虾等物品 要求顾客当场帮他们付钱 拉热乌达阿波罗各行业市场 于兰盛会主席王炳辉 接受中国报访问时指出 之前在大山脚有假和尚被捕后 这些在阿波罗的假和尚 曾消失一阵子 直到最近一个月又从出江湖 她说 相信是有集团在操控 甚至可能有租屋给他们住 虽然他们自治横幅挂在巴沙 呼吁民众提防这些假和尚 但还是有人不听劝 她希望执法单位尽快前来逮捕 这些假和尚 霹雳邦哥到海南会馆 天后宫妈祖 2023年新火相传嘉年华会之 巡海活动今天起航 约百艘大小渔船 快艇水上摩托和渡轮 伴随妈祖 显太夫人 水尾娘娘和三太子海巡 祈求风调雨顺 鱼虾满长 这支海巡舰队已刷新2019年记录 成为邦哥岛最大和最昂贵的海巡阵容 该巡海活动在该岛的红灯码头起航 总值超过一亿令吉的海巡队伍 包括约80艘大小渔船 约30辆水上摩托 及约20艘快艇 参与该往返邦哥岛 北门和南门约三海里的海巡议事 公委会主席林静廷告诉中国报 邦哥岛以旅游业和捕鱼业为主 举办该妈祖海巡祈福活动 主要是传扬妈祖爱民的传统信仰和文化 而海巡也寓意保佑渔民出入平安 此外 今日傍晚将举行今天的压轴活动 支妈祖绕境众神出游的全民他街 廖介石将吸引3000至5000人陪同 死适量的花车和神轿 参与该长约7公里的采接游行 泰国国会大选明天登场 昨晚是选前最后一个可以举办竞选活动的晚上 各政党无不卯足全力造势 凝聚支持者向心力营造胜选气氛 集中自由派的卫泰党和前进党 目前是势头最强劲 民调支持率最高的两个政党 最大在野党韦泰党 在此次选举被各界看好将拿下最多席次 流亡前首相达兴的女儿佩通坦 是该党首相候选人 她在造势活动为卫泰党高喊出 压倒性胜利的口号 前进党则广受年轻世代欢迎 党主席Pita誓言要改变 泰国的未来 这是泰国在2014年 军事政变后的第二次大选 清军方的保守派 与推崇改革的自由派 在本次大选竞争激烈 据悉投票站将在当地时间 周日下午5点关闭 非洲市计票结果将在当晚10点出炉 2014年上台掌权的首相帕拉玉 在位超过8年 这次选举可以说是希望维持现状 和终结军人执政两大阵营的对战 泰国皇家陆军总司令纳龙汉承诺 即便大选后出现政治动荡 泰国也不会回到军事统治 有中国主播近日在直播平台 卖出162万颗泰国流言 销售额达3亿元人民币 相等于约1.93亿令吉 但随后有水果商和消费者 在社交网络上称 榴莲短时间大量销售 市场库存减少 导致中国市场榴莲销售价格上涨 成为微博热搜话题之一 美国纽约市议员11号 通过一项反体重歧视法案 实体形成为与种族 年龄宗教性别等 同样获得法律保障的个人特征 意味着雇主或屋主 不可以体重问题为理由 拒绝雇佣或提供房屋 若肥胖雇员在不合情理下 薪酬较其他同时低 老板也会随时惹上官非 根据法案 以身高为由的歧视行为 也同样被禁止 一份研究报告指出 极端干旱对农作物收成的影响 导致许多印度农民 深陷债务困境 压力倍增 继而推升自杀率 平均每天约30名农民选择自杀 据知实际数字可能更高 研究指出贫困文盲 缺乏社会安全网等现实壁垒 封堵了部分农民 前往大城市谋生的退路 最终迫使他们选择轻生 印度保莱乌天王 沙鲁克汉主演的电影 保莱乌之绝地特工 昨天在孟加拉上映 吸引数以千计影迷 前往电影院观看 也成为超过半世纪以来 第一部在孟加拉上映的保莱乌电影 该国政府上个月终于颁布法令 允许每年引进十部 印度或东南亚国家的电影 在国内上映 瑞士日内晚日前举办了 海地霍顿的灿烂世界珠宝拍卖展 展示已故奥地利亿万富翁 霍顿的妻子海地 生前七百件的珠宝收藏 新闻的最后 跟随镜头去接地这一系列的珍藏吧 我是琼威 再会 一会儿 故障的眠 剧环 loo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